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家小炒,烧双茄 裹了一层干玉米淀粉的茄子,在油锅里炸一下 炸出来的茄子不但稀有少,而且外焦里软 跟西红柿一起会软软糯糯,酸甜可口,特别入味 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吧 三根紫皮肠茄子,洗干净 去掉根部 切成滚刀块 切完后,放入一个装有清水的大盆中 加入一小勺盐 一大勺白醋 用手轻轻抓抓 把一个盘子压在上面 这样,茄子就不会变黑,保持漂亮的茄子紫色 再切三个西红柿 去掉西红柿上面的吧 将西红柿对半切 把西红柿绿地去掉 切成滚刀块 放入盘中,备用 再切三个螺丝辣椒 去掉螺丝椒的把盒地 切成滚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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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吃太辣的 可以把辣椒子去掉 再切成滚刀块 装入盘中 备用 再切些配料 一个新鲜大蒜瓣 去掉头尾 拍一下 切碎 一小块生姜 切成小片 一根葱白 切成小段 放入盘中 备用 用熟菜板切点葱花 放入一个小碗里 用来盛菜后的点缀 配料切完后 来调个酱汁 在小碗中加入两大勺料酒 两大勺生抽酱油 两大勺生抽酱油 一大勺震姜香醋 一小勺玉米淀粉 一小勺玉米淀粉 三大勺生抽酱油 搅拌均匀 备用 把茄子捞出 把茄子捞出 碗中 炒中的油烧至160度左右 抖去茄子多余的玉米淀粉 放入油锅 炸一会 用漏勺轻轻按压 使茄子充分接触热油 炸均匀 看茄子的颜色还是那么漂亮的紫色 炸四分钟左右 炸至表面金黄 这时候的茄子有一层玉米淀粉保护 外焦里软也不油腻 已经很好吃了 再炒锅里倒入两大勺油 下入葱姜蒜 翻炒炒出香味 再下入西红柿块 翻炒 炒软后 加入炸好的茄子块 和辣椒块 翻炒均匀 倒入调好的酱汁 翻炒均匀 看情况,适量的加一点水 烧几分钟 看到辣椒断生 就可以盛盘了 撒上点青葱圈 漂亮的烧双茄就做好了 看看,茄子皮的颜色 依然是漂亮茄子紫色 尝尝,味道非常丰富 酸甜可口,茄子软糯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 进进进进进来 推荐 3 晴雅